佛教徒的生活方式 罪言 人类所欢庆的各种喜事 例如婴儿的诞生 男婚女嫁 或者所哀悼的各种悲动事情 例如疾病和死亡 往往遵照某种仪式来进行 这些礼仪 全球各种主要的宗教 在未成立的远古以前 经以为每个社会所奉行 并由我们的先祖 一代一代传来 一直流传到今天 随着星移密换 今天 它已经渐渐被众人接受为传统礼法 我们虽然已经接受过现代教育 而且过着精致的生活方式 但是仍然以愚昧和畏惧的心态 去继续奉行这些仪式 不敢改变或者丢弃他们 这些许多的仪式中 由以死亡和葬礼的仪式 最为神秘 而且富有迷信色彩 丧家也都经常必须承担一笔庞大的治丧费用 也都因为如此 其他宗教信仰的人 就乘机捉担这个把柄 去猛烈批评 并且攻击佛教的不是 导致许多佛教徒转信其他的宗教 因此我国的佛教团体 有必要警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进而勇敢地全力改变旧有的错误观念 呼吁大众以正确的佛教规则 进行礼仪礼拜 这本书以简单明了的文字 详述佛教徒 在喜庆和桑礼方面 各种可行的礼仪 希望各信徒能够理解他们 并且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实行他们 唯有如此 佛教徒才能够从遵守正确的佛教礼仪中 获取满足感和安全感 同时 这样亦都能够增加他人对佛教的正面印象 Tentic Band 佛教宏法会主席 1989年 正月一日 2号桌突扑 22号 ÖTES 2号�etus 2号骨 1号骨 2号骨 2号骨 3号骨 4号骨